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啊 果然 方硕的左脚啊 90度的扭曲了 踩到了这个张寒的脚上 北京队来讲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现在北京队是真伤不起了 我相信张寒肯定也不是故意的 可能自己的脚的这个位置没有站好 而且呢 刚才方硕正好也是踩在了他的脚背上 在昨天这个 之前一剑连也是伤到了脚踝 真心希望不要再有伤病的情况出现了 但是方硕现在感觉还是很痛苦 呃 伍克松现在一片寂静 因为 这个赛季对北京队来讲开局非常的艰难 他们很需要像出色的国内球员的一个发挥 啊 踩在了张寒的右脚上 看起来情况还是比较严重的 只能通过队友的 四个人抬才能把这个方硕给抬下去 五个人 希望不要伤到脚踝的韧带或骨头啊 再马上得去进行一个处理 再马上得去